日常生活中,酒已经成了人们饭局上必不可少的东西,比如谈不下来的单子,几杯酒下肚可以再考虑考虑,两个有矛盾的人共饮几杯也能一笑敏恩仇,总之在酒桌上,办不成的事都好说。 但要是贪杯就不好了,稍有不慎,就会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,就连娱乐圈的大牌明星们也不例外。 还有人做出的事,更是让人难以启齿,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借酒释放,还是本性暴露。 今天,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酒后失德的明星们。 1.梁朝伟,一介影帝哦。 梁朝伟应该是众多影帝中最有距离感的了,似乎他并不喜欢交集,对于社交场合能躲就躲,对于采访活动也是尽量不参加。 似乎在戏外,很难能见到这位影帝了,是不是以为这样难以接触到的影帝一定是自制力很强,很有文化修养的形象? 实则不然,曾经在一个报道中,梁朝伟借着酒劲,壁咚女粉丝,而且还是当着老婆刘嘉玲的面。 这个女粉丝也没有表现出拒绝,且不说这是不是女粉丝主动的问题。 在这样的公众环境下,作为受到瞩目的人物,做出这样不雅的事情,而且还是在老婆刘嘉玲的面前。 不知道当时她是怎么想的,或许在酒后微醺的状态下,距离感就会变得模糊,所以往往有很多醉酒的人同被人对话就会不经意地拉近距离。 但对于有礼貌的绅士来讲,似乎在酒后也不会靠近其他女性吧,这既是对自己的保护,也是对女性的尊重。 梁朝伟的这件事情已经爆出,她的高冷影帝形象势必受到了影响。 2. 曾志伟 圈内人基本上都知道,曾志伟几乎是逢喝必醉,光是香港媒体拍到她醉酒的照片就是不计其数,而除了媒体之外,她的朋友们也很爱拍她最后的迥态,还有人会把她当成背景,一起合拍。 因此,每每聚会,曾志伟最后与她合照,恶搞,就成为了好友们的一个娱乐项目。 而在看到美女的时候,曾志伟又会兴致勃勃上演《辣手催花》,让美女们唯恐避之不及。 依次早年参加慈善节目,在进戏时,曾志伟在后台和几个艺人一起喝起了酒。 结果没想到,到了上台主持节目时,她竟然对同台的曾华倩动手动脚,各种无理行径都被在场媒体拍了下来。 只见,她趁曾华倩不注意,突然拉下了人家的外套,吓得她立马双手捂住底部,不让衣服掉下来,并且警告曾志伟,这样做不好。 然而,曾志伟不仅没有停止,还继续去拉她的衣服,甚至变本加厉地在场内追着她跑。 最终,曾华倩忍无可忍地打了曾志伟一巴掌,她才终于不再招惹曾华倩,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没想到,曾志伟却换了目标,她走到邱凯敏的身后,一把拽下人家的裤子,邱凯敏没有防备,吓了一跳,气氛一时间跌下冰点。 后来,同台的艺人看她做得太过火,纷纷上前阻止,曾志伟才没有继续。 事后,虽然她回应说自己就是开玩笑失了分寸,但是个人形象还是一落千丈,硬是把耍酒疯说成是开玩笑。 曾志伟不愧是综艺达人。 3.陈浩民 相比之下,陈浩民酒后非礼女孩可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 当时,陈浩民和妻子刚刚结婚不久,就被曝骚扰女星陈佳环。 当时,陈浩民才19岁,就被陈浩民和马德中酒后非礼,画面简直不堪入目。 此事曝光后,陈浩民的名气一落千丈。 荧幕上,她是风度翩翩玉树临风的公子段玉,而私底下,她却是个在老婆怀孕期间酒后趁人之危的伪君子。 发酵之下,她的事业也受到了影响,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她竟然拉着即将临盆的老婆蒋丽莎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。 两个人对着媒体泪洒现场,用一张感情牌将这件事情压了下去。 她的老婆蒋丽莎,也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一样,连续为她生了四个孩子。 果然是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 4.蒋仪 蒋仪是一位来自江苏的美女演员,模特,主持人。 早年因为和周星驰搭档拍摄一则啤酒广告,而正式进入演艺圈里。 后来,她的大部分工作中心都在台湾,参演了不少偶像剧。 像罗志祥主演的《篮球火》和《大S版》的《泡沫之下》,她都令观众印象深刻。 不过也许是太早经历了娱乐圈的洗礼,蒋仪十分开放。 不仅花边新闻不断,还曾豪气无比地喊话李安,自己不排斥任何角色,甚至表示若是能得到邀请,可以考虑全裸出镜。 除此之外,蒋仪在一次自己生日宴上的举动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 宴会上,蒋仪坐在中间,身边有四位男士化身的男仆为其端茶倒水。 蒋仪连吃烧烤都不用自己动手。 当气氛达到巅峰时,蒋仪直接将一位女化妆师送的粉色安全裤高高举在空中狂甩,在场的人尴尬无比。 后来被问起此场景,蒋仪说,因为宴会上那四名男子是她的发型师以及造型师,其他的都是同事。 对自己来说都是很亲近的关系,所以没有关系。 更让人惊掉下巴的是,蒋仪当时还有男朋友,包括之前喊话李安的时候也是有男朋友的。 不过虽然争议颇多,两人依旧在几年后步入婚礼殿堂。 原来别人的快乐我们真的不懂,我们能做的只有尊重,祝福。 5.郑中基 在香港,人人皆知郑中基是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,也因此他被人称为太子基。 他的父亲郑东汉曾是保利金音乐公司的总裁,从邓丽君到后来的四大天王,许冠杰,谭永林,都是在他的操刀下走红。 可以说,大半个香港的音乐人都是他一手捧红,所以郑东汉也被称为香港的乐坛教父。 而郑中基作为他的儿子,从小就享受了不少便利,他喜欢音乐,父亲就请来著名音乐人钢琴家来当家教。 优越的家庭条件下,郑中基越发叛逆,人到中年还是非常任性,也直接造成了日后的打人事件。 在一次聚会上,郑中基认识了刚出道不久的杨谦华,作为情场老手,他靠着太子爷的身份和音乐才华,很快获得了美女芳心。 但没想到,感情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 一个月的时间不到,郑中基就和张伯之有了说不明、理不清的关系。 当年杨谦华得知此事,和郑中基大吵一架,并提出分手。 没过多久,张伯之也离开了他,因此,郑中基因为感情不顺,在返回台湾的飞机上向空姐要了几瓶酒。 不多时,郑中基就将几瓶酒一言而尽,然后情绪突然爆发,开始大声说话,喊叫。 这引起了一位空姐的注意,为了避免发生意外,他赶紧跑去安慰。 但没想到,郑中基却拉着空姐的胳膊胡言乱语起来。 机组人员闻讯赶来,他们并不知道郑中基是个明星,推散之下,双方大打出手。 眼看他的失控行为已经打扰到了飞机上的其他乘客,也威胁到了飞机的安全。 机长便紧急下令迫降,并拨打了报警电话,准备让警方接走这个闹事的酒鬼。 可一下飞机,郑中基便在冷风中清醒,但面对着的已经是FBI的探员。 知道自己这次闯了大祸,他便紧急致电给父亲郑东汉。 最终,郑东汉又脱关系又花钱,费了不少力气才把儿子捞回国。 但他醉酒打人的事情已经在港台传得沸沸扬扬,很多合作方都不敢找他,人气跌到了冰点。 然而,这还不算完。 后来,在父亲和经纪人的帮助下,郑中基把事业重心转向影坛, 在刘伟强指导的两部电影中得到机会出演,但年少轻狂的郑中基并不珍惜。 开工第一天,他就姗姗来迟,原来是因为罪驾撞车,需要到法院听候判刑。 不过,经过两次闹剧之后,郑中基成熟了许多,在后来的日子里安心在圈内打拼,并慢慢找到了定位。 六,曹阁 曹阁是圈内有名的创作型歌手,有着很多代表作,像《背叛》、《无辜》、《寂寞先生》等等。 后来,在参加过《我是歌手》和《爸爸去哪儿》后,更是为人所熟知。 生活中的他也是非常幸福,有着漂亮的老婆和一对可爱的儿女。 但就像他妻子吴素玲曾在采访的时候说的那样,曹阁没喝酒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,但是一喝酒就大变样。 几天前,在娱乐圈酒不露面的歌手曹阁,再次一起酒后失态的新闻再度引起关注。 根据台媒报道,曹阁在3月7日时,在餐厅和朋友吃完饭后,在餐厅醉酒闹事,并和其他包厢的客人发生冲突。 在路人拍摄的视频中,他本人一边摔东西一边骂人,因为不满爆料者要报警,他在两分钟之内狂飙27句英文脏话,我他妈的做了什么,你他妈的要报警。 而最让路人震惊的是,他居然脱口而出,老子就是王法。 最后,由曹阁的经纪人出面协调,并表示以支付餐费的方式来赔罪,但难以服众,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 早在2009年时,曹阁就因为醉酒和歌手侧田在香港街头大打出手,打红了眼的曹阁还拉着低视车门和在车内的侧田护梯,最终导致他被警方拘捕,之后又举办记者会。 被自己酒后的行为道歉。 至于原因,说起来实在有些可笑,曹阁和侧田两人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 中途侧田有朋友过来,曹阁误以为他被人欺负,上去便和对方展开骂战,侧田因为劝架又和曹阁打打出手。 事情曝光后,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,曹阁也一度陷入低谷。 在极度无助的情况下,他打了个电话给刘德华寻求帮助,对方告诉他,你今年30岁,这么早发生这事对你是好事,这是上天给你改过的机会,你要好好改过,否则只有两个字,收工。 看得出来,刘德华对他也是好言相劝,并将最坏的结果告诉了他,希望他能尽快改正。 也因为这番话,曹阁重新振作,之后对刘德华也是十分感恩,并直接称对方为师傅,亦为人生导师的意思。 结果没过两年,曹阁便又因为喝酒连连闹事。 2013年时,在一场活动上,曹阁突然一身酒气冲到台上抢走麦克风,对着台下的观众大骂。 随后,又趁着醉意在台上搂抱起工作人员,如果不是现场保安将他控制住,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。 这还不算完,同一年,他们一家被邀请参加林志颖和陈若仪的婚礼,结果几杯酒下毒后,他就开始大喊大叫,甚至对前来安抚他的人推推嗓嗓,态度恶劣。 事后,曹阁再次道歉,并宣布就此借酒,还说自己真的会痛改前非,如果再喝酒就捐出一千万台币或者退出歌坛。 如今几年过去,不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兑现诺言呢? 7.张子怡 张子怡如今是大名鼎鼎的巨星了,不过当初他作为新人,在电影《尖锋时刻2》的庆功宴上,做出了被人批判的行为。 这也是被人当着全港台明星的面拿来调侃。 一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,梅艳芳问,国内演员怎么进到好莱坞发展? 周润发若有所思,听话,听交,什么都肯做,那比如呢? 接提子了。 现场瞬间哄堂大笑,还有人满脸戏嘘。 原来,事情的起因是,在成龙和张子怡合作的《尖锋时刻2》电影《庆功宴》上,也正赶上是成龙的生日。 这一天,张子怡的表现成了媒体们大肆热炒的新闻。 他先是买通工作人员,雨带玄机地对成龙说,张子怡有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。 随后便走到大哥身边,我就是你的生日礼物。 说完,立刻送上五个连环香吻,搞得成龙满脸都是唇印。 而除了亲了又亲外,张子怡还坐在对方大腿上,一手拿着提子,一手接着成龙吐出来的子。 面对大哥兴致高涨,当众灌脚给他。 张子怡也是一盏盟女作风,大胆配合,直接对平吹香槟,让那天晚上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 后来,接提子梗就传了出去。 酒醒后的张子怡也无言在面对这段黑历史。 8.小S 小S这个人一直是比较闹腾的性格。 他主持的《康熙来了》也是这种风格。 只要是男嘉宾来到节目中,总是不免被调戏一番。 在酒后的小S更是疯狂。 在传统思想中,特别是对于姐姐和妹妹年纪差距较小的姐妹, 姐夫和小姨子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敏感的关系。 但似乎小S并没有将这样的舆论放在眼里。 比较令人吃惊的是,小S酒后光明正大的调戏准姐夫蓝正龙。 重点在于还是准姐夫呢? 这也是将传统的刚长伦理抛诸脑后了。 准姐夫似乎也没觉得有些不妥。 甚至还公开爆料,小S一喝酒就会发疯,对别人又亲又抱。 以至于,大S还公开喊话妹妹小S,让她安分一点。 妈妈也曾义正言辞地教育过她,但她似乎是在试探公众所能接受的尺度边缘。 虽然小拙一下会使人开心,但是开心也不要过呀。 身为公众人物,更要约束自己的言行, 起码要考虑自己的言行对于这样的场合和关系人是不是合适,是起码的情商了。 虽然酒是好东西,高兴时可以把酒言欢,伤心时可以借酒交愁。 但小拙是享受,喝多了自己难受还是小事,让别人跟着难受就实在不应该了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,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。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